欢迎大家收看2月15日的开市起跑线 港股农年红盘低开但高收 恒生指数低开168点 早段最低见到15456 最多层下跌291点 之后跌幅逐步收窄 午后更转跌为升 最高见到15911 收报15879 上升132点 升幅0.8% 在没有北水之下 成交只有571元 国籍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分别上升 1.5%和2.3% 在昨天的开市起跑线 我们指出恒生指数的关键支持位是15400 昨天恒生指数跌近15400 马上回升 暂时看恒生指数会在15400和16150之间波动 今天推介的股票是 弗莱特玻璃 股票代号6.8.6.5 弗莱特玻璃主要从事生产和销售各种玻璃产品 包括光伏玻璃 浮发玻璃 工程玻璃和家具玻璃 2023年集团业绩可会渐入加进 于第一季度 由于光伏玻璃的各项成本均处于高位运行 集团整体盈利水平有所压缩 到了第二季度 随着主要原材料和燃料端价格细度回落 集团盈利水平有所改善 到了第三季度 集团光伏玻璃新增产能稀放 导致销量增长 带动营业收入和利润上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也大幅改善 为满足未来需求集团持续扩大光伏玻璃产能 以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截至2023年6月30日子 其现有产能为日融化量 2万600吨 国内除了现有的加薪安徽生产基地外 也在加快建设南通等生产基地产能的扩张 将使集团继续保持市场占有率的领先优势 建议买价13.8元 目标15.3元 只选位13元 接下来是研究部的每日外国试况 日经方面 日经225指数跌0.69% 报37703.32点 度指方面 周三 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涨 倒指涨0.4% 报38424.27点 标普500指数涨0.96% 报5000.62点 纳指涨1.3% 报15859.15点 赛富士涨2.88% 英特尔涨2.39% 零涨倒指 脸书涨2.86% 特斯拉涨2.55% 中概股普遍上涨 舒海自讯涨515.07% 嘉南科技涨31.79% 中概新能源汽车股全线上涨 蔚来汽车涨5.19% 小鹏汽车涨5.39% 理想汽车涨1% 国内A股昨日休市 美元方面 美元指数14日下跌0.23% 受于104.723 截至纽约会市委市 1欧元兑换1.0728美元 高于前一交易日的1.0701美元 1英镑兑换1.2561美元 低于前一交易日的1.2574美元 1美元兑换150.56日元 低于前一交易日的150.87日元 1美元兑换0.8857瑞士法郎 低于前一交易日的0.8881瑞士法郎 1美元兑换1.3546加元 低于前一交易日的1.3585加元 1美元兑换10.5249瑞典克朗 低于前一交易日的10.5969瑞典克朗 离岸人民币创进3个月新低后 收复7.23 一度涨超百点 石油方面 周三 国际油价全线下跌 美油3月合约跌1.68% 报76.56美元桶 布油4月合约跌1.55% 报81.49美元桶 黄金方面 周三 国际贵金属期货收盘涨跌不一 CAMLEX花金期货跌0.11% 报2005美元盎司 CAMLEX白银期货涨1.22% 报22.425美元盎司 谢谢收看 今天的开市起跑线 再见